我是潘映霞 有一次在教會和姊妹碰到葉木師 因為我那個姊妹 她的腿是痛的 走路很不方便 要拿著拐掌 還有慢慢走的過程 不過經過葉木師按手 在我們頭上為我們祈禱 那位前姊妹真的很開心 她很感動 我見到她好像有點飄飄然感的感覺 不過她笑得很開心 不過她又流眼淚 不過我跟著她很感動 我覺得神真的很真實 很愛我們 她經過按手的祈禱 她的人就鬆了 走在路上舒服了很多 輕鬆了很多 我自己也有病 我有很多年的嬰猴癌 醫生也和我檢查過 同時也懷疑我有嬰猴癌 經過葉木師的祈禱 過了不久 醫生被我的報告說我沒事了 是葉木師幫我按手祈禱的中間 我的身體很安慰 真的很平安 好像嬰兒是媽媽的懷 還抱著愛護的那種感覺 我真的不懂得形容 我只知道很開心 很久很久 我都是想著那一刻 好像是媽媽的懷裡 那種安慰 那種保護我 我真的覺得很安慰 很安場 很久很久 我都還沒忘記那件事 是真的 我一按手祈禱 我就好像小了 好像小孩子 父親的懷寶 變了小孩子 小孩子 這樣一開身 這樣就喜樂 後來 我都有改變 我對神更多了 我祈禱又多了 又依賴上帝多了 這些我是要感謝神的